《优优独播》 第一法应该双座 家夫座或者是半家夫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就是两树做登影 做登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动着的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国金刚树印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将词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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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包座上 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 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你非常敲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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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师以坚能施济如 那么他这里就是佛陀 就是大慈大悲的佛陀 就是令我们众生心持 首先让我们众生心持 像素菜等做布施 然后逐渐逐渐习惯了以后 那么再把自己的身体也可以布施 这样讲的 佛陀并没有要求 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 刚刚皈依完了以后 马上要让你所有的财产 全部都布施 或者是身体布施 这些都没有要求 那么佛陀在有关大乘经典当中 是怎么讲的呢 佛陀首先要求让这些众生非常简单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素菜 或者是破烂的一些衣服 对自己无关紧要的 凡是自己的一些东西的 属于自己的这些东西 逐渐逐渐给别人布施 就是这样 还有些高等牌的教练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如果吝啬性特别强大的话 那么比如说有些物品 从左手传达右手 然后从右手又传达左手 凡是不离开身体 把观想别人 然后就互相这样布施 这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 刚开始的时候 让他布施钱财 不要说自己的身体 连自己的最好的衣服 布施给别人的话 心里面觉得特别烫的 但逐渐逐渐 这个心的力量是可以扩大的 其实这个心 应该说是 它的范围是无限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 把这个心执著为是很微小的东西 这样之后的的确确做布施 相当困难的 因此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有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可以布施 然后这样的布施心 逐渐逐渐渐进 越来越上去 越来越上去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过可能一分钱 两分 或者是再过一段时间 几毛钱 几元钱 然后经营财宝 然后自己的加贪 最后将自己的房屋 逐渐逐渐将自己的眷属 或者是资女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也可以逐渐给布施给众生 所以这是有一定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没有学佛的时候 有些人要给别人 稍微供养或者布施的话 心里面好像割自己的乳一样 特别疼 根本不愿意上供下施 但这种心逐渐逐渐扩大之后 让这个范围可以做到无限的 这样之后 布施的力量应该是越强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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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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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的修行 逐渐的修行到了一定的时候 因为你的这种修行当然越来越有进步的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 已经真道 生物道 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那么我和我所思者逐渐逐渐消失 逐渐消失 到那个时候真正现前了无恶的智慧 当无恶的智慧已经现前的时候 我们平时以前说的那样 像分辨和黄金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树杖和虚空也没有差别 而且旁边有些人用碳香供养 有些人用斐渡看自己的身体 这两者完全没有任何差别 也不会对他们生起这种贪心或者是禅心 那么到了这样的境界 一旦到了这样的境界之后 就是将自己的身体也是非常的没有什么担着 就像素材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素材供养给别人或者布施给别人的话 自己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你到了第一的菩萨一生 或者说没有到第一的菩萨 也有布施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勇气 那个时候虽然有一些痛苦 但是也不会有非常强烈的痛苦那样 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也是 利他心比较强一点的人 就在社会当中虽然是凡夫人 但是他们也卷什么器官 然后给别人鲜血 很多的痛苦对他来讲是比较轻微的事情 这也是 即使他是凡夫人 但是有了利他的心的这种状况下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何况说是 我们真正是获得了一地菩萨 真正是得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怎么会没有呢 应该是有的 所谓《经专业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诸法如于思维 如幻化一样的 那么这些人的话 当时他即使转入生死轮回当中 但是把所有看得是 就像我们关这个花园一样的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不会有生老死病的这种痛苦 所以说 我们大家听起来 啊 大乘佛法真的非常可怕的事情是相当多 有些人尤其是不了解大乘佛法的教义 他的次第的这些人经常在这方面害怕了 就到了这个时候 再不敢上去了 一说 大乘佛教的话 那么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词节 布施 尤其是在一讲到布施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种可怕的事情 就这样以后 认为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实际上你真正里面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有些高僧大德专辑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他的修行也好 或者说是在苦行 根本没有心里的这种痛苦 如果心里没有痛苦的话 那么这是不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呢 当然是 表面上看来 这是好像难以忍受的 但实际上对他来讲 没有任何痛苦应该是快乐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大家都说 也再善地强调 根本不需要害怕的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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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断除长期之研判 那么这里呢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神行恕苦害邪见罪为淫 恶断则无苦知巧故无有 这样的 有些人呢 可能我也会这样想的 虽然这个轮回当中呢 这个就是在轮回当中啊 就是菩萨呢 就是度化众生 也是这个可以的 但是呢 真的这个漫长的轮回里面 如果呢 长期这样这个苦心的话 这个时间太长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学习大乘佛法 是应该有很大的这个困难吧 就是有些人可能这样这个想的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是对他进行回答的时候呢 就是说 实际上呢 就根本不需要这个害怕 就是大乘佛法的这种 这个修行的这个苦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这个 不管是身体上面也好 或者是这个心理上面呢 就是不会有这个痛苦的 如果痛苦没有的话呢 我们为什么去恐惧呢 为什么害怕呢 就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也就是说身体和心这个感受啊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和心呢 就感受的痛苦 或者是这个危害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来源就是这个邪见 或者说是这个罪业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痛苦的这个来源呢 就是在路道轮回当中的这个无名 就是无名这个邪见就是所造成的 然后我们身体当中的 任何的这种损害 或者是痛苦的来源呢 也就是说前世自己造了这个法神啊 徒道啊等等 就是造一些就是非常这个不如法的这个罪业 然后呢 就是导致这个今生当中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不安就是 应该我们世间这个凡夫人的 所有的这些痛苦的来源呢 就是这样子 作为这个菩萨的话呢 那么第一个 也就是说是这个罪业啊 就是这个罪业呢 就是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菩萨呢 发了大乘菩提心之后啊 在多生累劫当中呢 就是行持这个十种这个善法 然后以各种这个方便方法来 就是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 恶行断了以后的话呢 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身体当中的痛苦呢 就是绝对也是不会这个产生的 我们知道这个心境当中也是 照见这个乌云皆空 都一切苦啊 就是有这个教言的 如果我们这个一切乌云 都全部就是了知为这个空性 那么就所有的这个罪业呢 就是没有这个进行造作的话呢 怎么会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痛苦呢 就是不会这个有的 就不会有的 信的这种痛苦有没有呢 这也是没有的 因为就是他具有这个三巧方便的智慧 这种三巧方便的智慧呢 将自己的这个我和我所知呢 就是全部就是关控啊 就是一切诸法呢 就是了知为这个空性 就是那这样的境界当中 就是哪里有这个心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绝对也不会这个心的痛苦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 就是我和我所没有这个证悟 对这个法和对世间呢 有非常就是顽固的执著的话呢 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漫长的轮回呢 就是以此而出现的 就是中观宝门论的讲义当中呢 引用了那个正念经啊 就是正念经的教证当中呢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这个放哨的人呢 就是他觉得是这个夜晚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漫长 然后这个匹蔑各看的人 过路的这种人呢 他看见这个遥遥的这种遥遥无际的路啊 就是也是极为的这个长啊 就是很很长的 然后我们这个没有证悟无我的这种凡夫人的话呢 他的这个在迷乱现现面前 这个轮回呢就是极为这个就是长远的 就是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就是通达人无我发无我的凡夫人来讲呢 的确是这个轮回呢就是非常这个长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真正就是通达这个无我的这个菩萨来讲呢 第一个就是苦心痛苦呢就是也是没有的 第二个呢就是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就是心里的痛苦也没有 身体的痛苦也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痛苦的话呢 即使你住在轮回当中啊 度化无量的众生有什么困难呢 就是绝对也不会有这个困难的 但是我可能没有这样也会有什么 还是不得了 我希望你这个信息 是什么 我希望你不得了 我不能一样 再当然 你 有什么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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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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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